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人关注 此次讲话中习近平一句话赞扬了过去四代领导人的成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月18日上午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 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联合早报18日称 这是习近平在纪念大会上回顾四代领导人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和胡锦涛对改革开放的贡献 然而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时 主席台上并没有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座位 主席台座位第一排共21个座位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坐在中间位置 左右两旁分别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其余则包括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委员 对比之前中共举行的改革开放30年庆祝大会 除却时任中共高层之外 已经卸任的中共元老如江泽民 李鹏 祝荣基 李瑞环 魏剑行 李兰青等一同出席 但在此次40年庆祝大会 江泽民 胡锦涛等卸任元老皆无出席 据报道 中共元老大多对习近平的内政外交持批评的态度 另外 有中国民众发现 在中国官媒新华社直播画面中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讲话 曾任中国财政部部长 现任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楼纪委 被发现正在睡觉 海外时评人士分析说 习近平的政策与毛泽东极权主义颇为相似 无论是党的领导 个人独裁制 还是自力更生 他更是通过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 企图为文革翻案 但他在此次大会上 却不得不自己出面对文革进行批判 再次定位文革为十年动乱 显示习近平的文革推翻图谋 遭遇到重大挫折 王沪宁通过个人崇拜造神运动 鼓吹习近平的丰功伟绩 封其为人民领袖和伟大舵手 其地位直逼毛泽东 习近平在南方之行和参观改革开放大型展览 也只字不提邓小平 但在此次大会上 习近平多次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地位 同时 他延续了中共传统 肯定了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历史贡献 习近平说 该改的 能改的 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 不能改的 坚决不改 分析来说 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说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刘鹤副总理曾在今年1月出席 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表示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时 习近平将会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 他说 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各位报告 可能我们的有些举措将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可见中共承诺在今年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并将出台重大改革举措 但这次大会仅仅是回顾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 老调重谈 没有提出任何重大改革举措 有网友甚至调侃说 这次大会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追悼大会 2018年12月18日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日 中共中央清定的改革开放40大大世纪出版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 这篇文章长达54000多字 习近平出任总书记只有6年 但文章却以四成篇幅 记录他主政以来的事物 在那之前34年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以前的说法有出入 甚至知识不提 比如1982年人大颁布82宪法 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部的超过两届 取消领导职务终身制 到了近年中国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全国人大三月表决通过修宪案 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新华社这篇文章完全没有提及 至于邓小平在1980年发表的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 提出解决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 规定任何领导干部不能无期限任职 在新华社的文章中被浓缩为 必须改革线性领导和组织制度的弊端 大事件没有提及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因此而下台 连胡耀邦在1989年4月去世也不提 另外 还去掉了30周年时426社论有关内容 在六四事件的表述上也有所变化 重新出现反革命暴乱的定性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周二称 已经获得了逾25份5G商业活动 略高于11月宣布的22份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 在公司深圳总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5G支站出货量已经超过1万个 该公司未提供客户的详细信息 但在5G商业合同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本次记者会召开的两周之前 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美国的要求下在加拿大被警方逮捕 她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 报道说孟晚舟案已经让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震荡 致使华为的情况更为不利 华为基本上已经被美国拒之门外 澳洲和新西兰也禁止华为建设该国的5G网络 应担忧该公司的设备可能协助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捷克国家网络资讯安全局今天还提出警告 呼吁不要再采用中国华为技术和中心通讯公司的软体和硬体 并说这两家公司的设备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华为曾多次表示中国政府对其没有影响 周二的新闻发布会重申了这一点 华为称已经在与全球各国政府 就其运营独立性问题进行沟通 路透社上周引述消显示报道称 华为计划斥资20亿美元进行安全整改 以解决英国方面的关切 英国是华为最大的海外市场之一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 和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商 去年营收约为920亿美元 与中国其他大型科技企业不同 该公司有万数营收来自海外 华为周二表示预计今年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 较去年增长8.7% 美国财政部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今年10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 连续第五个月下跌 创一年半以来的新低 中国10月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14万亿美元 较上月减持125亿美元 为2017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仍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在中美贸易冲突的条件下 大陆的人民币汇率股市双双受压 10月底人民币对美元跌近7的关键水平 为10年来低位 中国10月份外汇储备下降1.1%至3.05万亿美元 降幅为两年来最高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接连五个月减持美债 是因为人民币持续疲软 中国为了稳人民币汇价而抛售美元资产 金融时报报道说 外汇储备管理机构通常使用国家通过贸易取得的美元购买美菜 但如果本国货币下跌的话 他们也可能选择出售这些美元 反过来卖掉美国国债以支持本币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之前在人民币承压的情况下 中国央行曾卖出美国国债以打压美元支撑人民币 因此外界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美债持有量变动情况 旨在寻找中共政府再度出手提振人民币的迹象 在2015年和2016年为应对资本外逃 中国减持了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 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际 中国连续第五个月减持美国国债 引外界关注 但市场人士普遍相信 由于人民币持续疲软 中国已出售美元资产稳定人民币汇价 减持美债与反击美国无关 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天发布最新的数字 2018年全球共有80名记者遇害 348人入狱 最引人关注的是沙特阿拉伯专栏作家卡书吉的遇害案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说 中国人是全世界囚禁记者最多的国家 有60名专业和公民记者被囚禁 其中46人是公民记者 他们试图突破中共对传统媒体日益严格的控制 在社群媒体发表贴文 并且被关押期间 常常受到非人道待遇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新公布的报告中指出 在网上发布消息的人 一旦被认定是没有遵守官方规定 便会受到审查 监视 逮捕 或者任意拘押 许多被拘押的人受到虐待 其中有人受到酷刑 无国界记者组织注意到 至少10名公民记者在中国的监狱面临死亡的威胁 他们中包括 2016年萨哈罗夫奖提名人伊利哈姆·图赫提 他目前在新疆的监狱服务期徒刑 另外还包括六四天网创办人 2004年无国界记者新闻奖得主黄奇 黄奇未经审批已经被囚禁超过两年 他身患肾衰竭 脑积水 心脏病和肺气肿等多种疾病 在看守所得不到治疗 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 2018年公民记者的遇害人数增加到13人 几乎是上一年人数的两倍 台湾外交部12月10日发布文件说 如果台湾民间团体在海外出席 国际会议或从事国际交流时 如遇到国家和汇聚名称标识不当时 应当迅速应对 并与台湾外交部和驻外机构拟定因应对策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献在立法院公开呼吁 台湾民间团体参与国际活动 应该尽量使用正式国民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或者台湾的称呼 尽量避免使用中华台北 话音刚落 谷歌地图上随机再次出现了一批台湾地标 被冠以中华台北名称的现象 台湾外交部重申 中国在国际上对台湾的矮化 是台湾争取证明的原因 12月17日晚间 有民众发现 谷歌地图上至少有四个台北地标的中文名称 遭到篡改 冠以中华台北的字样 包括101观景台 台北市立图书馆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 台北市建国假日花市等 台湾外交部12月18日晚间发表声明说 已于第一时间进洽谷歌台湾分公司了解原因 要求速做出更正及强化管控机制 该公司同意及着手处理 明年1月3日 F1车神舒马克就将满50岁 因滑雪意外陷入昏迷长达5年的他 近日却传出了好消息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 舒马克目前已经不需要中日卧床 而且也不需要靠点滴输入营养剂 但这些消息都没有得到舒马克经纪人 或者他老婆科琳娜的证实 在今年5月 西班牙媒体曾报道 阿龙索在看望了舒马赫后表示 车王的健康状况依旧毫无好转 他依然只能靠呼吸机存活 体重降到不足45公斤 身高从1米74下降到了1米60 而此前据德国媒体报道 车王的生命是靠着昂贵的医疗科技维持 舒马赫的妻子为了能让丈夫苏醒 雇佣了一组由15人组成的医疗团队 全天24小时的进行看护 聘请这个医疗团队每周的费用就高达10万欧元 为此舒马赫的妻子克林娜 卖掉了一套别墅和次人飞机 而据英国媒体统计 克林娜已经花掉了大约2000万欧元 不过据英国《泰晤时报》统计 舒马赫的职业生涯总共收入达到7亿欧元 并有多项投资 车王一家应该暂时没有经济困扰 另外德国杂志也报道 舒马赫目前正在做 被以往美国达拉斯的脑科诊所医治的准备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